这 这只宝宝有利皮的情况下再准备一本利皮授诀我觉得有被侮辱到 一个字 诀 解粉找老王给 第一雷尿人打书 担心老王技术欠佳 打掉利皮竟然用 买了一本利皮备用 全程报效 节目效果拉满 来 先取出一个第一本 第一级魔术要诀 四个字啊 一字千斤都算不上 一字万斤 四个字啊 十四 十五 好 利皮华山授诀一本 兄弟们 老板 我觉得你买这个利皮授诀有点瞧不起我 你凭啥觉得我一定能打掉 你凭啥觉得我这只利皮一定打掉 找我打书还得你带那本利皮授诀 就觉得老王打书那包掉的吧 对没有办法 利皮掉了就补利皮了 这只宝宝有利皮的情况下 再准备一本利皮授诀 我觉得有被侮辱到 第一 第一利皮雷鸟人 这第一利皮雷鸟人还有争议吗 都说梦幻无第一 但是这只就是第一 毕竟元宵还没有吃 吃完十五个元宵 一千六百七十五公司的雷鸟人 一点二七五的成长 太残暴了 好了 开始上书了兄弟们 看一下三本之内会不会干掉利皮 来吧 现在这只宝宝利皮 胚子是本身带利皮的 但是这只利皮基本上老板都不相信能打成 利皮授诀都已经买好了 所以说荒是不用荒的 但是前期我们还是要尽量 尽量尽量给老板手下一本利皮授诀 那我先拍后拍技能 后拍技能有名思 慧根折高神 先拍名思 OK 再拍慧根 梦了吧 利皮下推 老板收据买的六 买的漂亮 买的真棒 剩下的书就可以随便了 就是先把便宜的书都挨个上一圈了 这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这个 来 我们看一下 高级神技再来一本 好 弱点掉 弱点掉 OK 这样的话 五个技能感知在 招架在 神技在 冥思汇根壁垒在 OK 下面上幸运 幸运防御跟高敏 幸运防御跟高敏 咱们今天打输的运气得说算是好的了 因为都得两本掉的 我从未欠过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恩 十四个技能 两本打掉利皮 再来三本书 前排高级心运 来滚 老王 打掉利皮那个慧根是你的 打在 你要写你日记里 文神上 我靠不是吧 打利皮你掉的是 纵旋出击 一本就脱掉 这蓝书唯唯诺诺 一碰就没 这家伙还剩三本书就完事了 老板也不要金极必杀 这是老板自己选的技能 其实我觉得高敏和金极必杀来讲的话 可能金极必杀稍微好一点 OK 还剩两本书了 还剩最后的两本书 还剩最后的两本书 OK OK 加油加油 还有还剩一本吸血 还剩一本偷袭 慧根名思高神掉了一个 对我慧根不心疼 便宜死了 掉蓝书 我靠 为了省钱直接拍利皮吧 对不对兄弟们 你利皮一本掉永恒多赚啊 要不然你循环再花个两三千 可以吧 可以吧 吹索闹的联系我 这本书拍上去肯定要给我吹索闹了 明年上老王家村口吃饭集合了 下本书最后一本啊 高级吸血调查补查 感谢网仪没有摧残我们啊 啊 咋砖他妈跳跪的掉呢啊 最后一本其实拼的就是运气 在运气方面我们似乎没赢过 我在直播 别让我太难做啊 这几率已经明显很不对等 为了打掉这个永恒 理论上可能已经拍人 于一百本授诀了啊 我网易最佳业务员今天辞职了 我再不辞职给网易当拖被发现 容易被粉丝打死 坑了老板这么多本书 等会区内的垃圾授诀都要涨价了 我就他妈的不信了给我掉 毕杀敏捷防御 毕雷夜战偷袭 偷袭 好 当我们要不过来均挡小弟子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 你 高级敏捷 丽皮华丧给我上 招架掉 这个宝宝看起来舒服的很 壁垒在 丽皮在 这个丽皮假到 兄弟们 这个丽皮 假到好像一个假图 好像是劈上去的 真的爽 这只宝宝能值多少钱 29万吧 胚子是12万8买的吧 然后打出的话 换换成运气好的话 假设加3000 对吧 然后呢 进阶110再花个3000 洗个完美的特性再花个1000 然后丽皮化身的授觉15万买的 假设15万买的 再加2000块钱的矿路费 这种宝宝打出没啥风险